郭文貴議員 關心雙語教育的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市長晚安 當然首先我還是要感謝 我們教育局的同仁 我們教育局在過去這幾年 在教育的各個領域 從智慧教育 國際教育 機制教育 雙語教育 等等 都有相當大的進步 所以在我們臺北市 市政府得獎 因為我們每隔一段時間會統計 我們所有局處的得獎 大概教育局一個局 都賺整個臺北市得獎的三分之一 我跟他開玩笑說 我們這個教育的領域 不用買廣告就會評比第一名 在國內得獎就算了 我們大概國際的得獎相當多 所以我們在教育上面 的確是有相當大的進步 不過我們今天來講的是雙語教育 這個 尤其很多人聽過我以前講過這個故事 台北市為什麼會有雙語教育 這件事情 這應該是2016年我去新加坡 跟那個新加坡的 應該是他的經濟部長 還有教育部長 跟他們高層有開過一個閉門會議 當然是討論其他的 不過我最後才忍不住問他一個題目 我說 我說 我說新加坡怎麼會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你要知道 金小胖跟川普在哪裡見面 新加坡 馬錫慧在哪裡見面 新加坡 所以很奇怪 我說你們這個小小的城市 為什麼這種國際的重大書都在這裡進行 我說新加坡是怎麼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結果他就套了一本書給我 就是李光耀回憶錄 他說整個一本李光耀回憶錄 你知道 有講說新加坡是怎麼從一個很local的城市 變成國際城市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雙語教育 當然 出太大本了 你知道 我沒有時間唸 回來就塞給交易局長唸 不過我要離開的時候有問了一句話 我說 我說如果這個計畫要完成要花多久時間 他說28年 我以前一直不曉得說為什麼要28年 後來我們在台北實際推動以後 我就知道原因了 因為 要等到那些一代的老師 退休以後才有辦法全部接上去 因為雙語教育 剛才講過 他不是英語教育 他有定義的 三分之以上的課程要用英語教學 這才叫雙語教育 所以雙語教育並不是說英語教育的擴充班 再來 他一定要從小開始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選課程的時候 一定從那個體育啦 音樂啦 生活這種 比較 daily life 就是那個每天生活的開始 那 後來我們真的派了考察團到新加坡去看 然後也請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派團來 我們台北來指導 所以我事實上我們也是在2017年 在那個東興國小跟文昌國小開始示範 不過我們當時在發展雙語教育的時候 我有特別教在局長說 要從那個弱勢的學校開始 為什麼你知道 不管是 因為政府要投入資源的時候 還是希望說他能夠教育一個平衡 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真的讓一切都公平 但是我們應該讓機會公平 所以 我們應該在政府的施政上面應該要偏向弱勢 所以當時滿額學校就是 不優先考慮 明星國小明星學校不優先考慮 找那個 招生已經快要不足的學校 來開始 所以 因為我們的智慧教育推得太快 兩年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 這個優先順序就看不出差別 那因為這個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的推動最麻煩的是什麼 最關鍵的 私之 本來你知道 我們一開始從兩個學校先示範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是怕怕的 你知道 假如說到底會不會成功 找了東興跟文昌 試試看 後來就發現 奇怪 你問學生說他滿意不滿意 差不多70% 然後問老師 你知道 當年那個老師有100%的支持 然後我發現 家長的支持度很高 很95% 所以後來發現 推行雙語教育 那個家長的支持度比學生的支持度還高 這表示天下父母心 每個都忘子成龍忘裡成龍 所以那個學生 自己還不覺得說他很喜歡 家長都很喜歡 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老師非常支持 我到現在 他們大概每半年我們會算是統計 你知道 老師的支持度一直都在95%以上 這表示說台北市在推動雙語教育 推行到現在 還算順利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教育人員的支持 因為老師的支持度有超過95% 所以我們就從兩個學校 變成6個 再變13個 再變28 再51 那今年的目標是要達到79 79的話就已經佔我們 台北市所有學校的38% 我們預計在4年 可以推動到100% 所以這樣 新加坡花了28年才完成雙語教育 我們台北市是打算用10年的時間 不過這10年還是壓力很大 為什麼 如果按照新加坡的方法 他是那一代老師慢慢淘汰 就這樣 新的老師進來 因為我們要壓在10年裡 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現有的老師要在職教育 做真能 因為如果這種自然淘汰的話 28年 我們只花10年的話 所以目前老師還是要做真能的 真正的這種訓練 所以 在未來5年 我們要推行到100% 你知道 除了師資要繼續引進以外 你知道 現有的師資要如何的透過教育訓練 讓他們也需要有這個能力 當然教材這個是要 還是要編 所以 因為這樣 我們在108年就成立了雙語推動辦公室 專門來負責整個雙語教育的推動 那這5年來我已經發掉了4億在雙語教育 那未來的時間 你知道 因為那包括 教材 師資培訓 還有這個現有老師的 在職訓練轉換 大概還要再投入11億 如果 如果 如果總共加起來花15億 你知道 就可以讓雙語教育在台北市成功 你知道 我想 還是有達到目標 那 從新加坡的經驗 你知道 雙語教育它會改變的是 整個城市的文化 還有它的國際 它的視野 所以 我也認為 將來整個台灣的 社會文化或政治文化 很有可能會因為雙語教育的 執行 你知道 應該會有一些變化 至於會變成什麼樣子 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 不過到現在 看新加坡的例子 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們有雙語的專案辦公室 會負責資資跟教材的推動 那我們會投入足夠的經費 剩下的就 拜託大家 因為只有給錢 還是要人去執行 熱情的老師 各位 我要謝謝各位 你知道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雙語教育 做的那個民調 你知道 到現在為止 最成功的一個理由是 老師的支持 95% 這個是相當高 所以謝謝大家 幫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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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